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直到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应该成为一个厨师 我想不到我喜欢做的活动可以成为我的工作 除了赚钱的机会成为厨师的话 也会提醒我家庭的痛痒 你好 我叫吴军慧 在那段时间我常常会实验新的烹饪法 有时候做中国菜 有时候日本菜 我韩国菜也做过 虽然我跟食谱没有问题 我比较喜欢实验和设计自己的食谱 因为我喜欢和不同国家的味道在一起成为一个新菜 我曾经挑战过自己 每一餐要设计一个新的菜 不可以只用一个国家的味道 虽然有时候我失败 通过这个经验 我开始了解不同味道怎么可以融会在一起 对食物怎么影响人类感情的热忱 使我全身心地投入烹饪 让我对烹饪的激情更加深 也更坚定了想成为厨师的决心 过去三年里 在Histon Blumenthal的指导下 我募集了某的厨艺和积累了许多经验 我们每一天都会运用和实验液胆的用法 研究液胆对味道和口感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找出新的方法运用液胆 去设计性的甜品 虽然我还没完全了解液胆的用场 我相信液胆用在巧克力和水果上最有效 因为液胆有一些麻木的感觉 所以一定要用很重和甜的味道才好吃 最近我自己开始找出方法用液胆 重塑中国甜品 成为西方甜品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 介绍外国人去吃中国甜品 为什么呢 一、中国甜品的味道比较重 然后外国人平常不喜欢太重的味道 所以液胆的麻木性格能减少甜品的甜度 使外国人是中国甜品 二、外国人不喜欢中国菜的口感 比如黏糊糊的口感 所以如果我用液胆改变中国甜品的成分的话 对于外国人来说会受欢迎一点 做成一个厨师不只让我做好吃的食物给别人吃 我的计划不只想让外国人适应中国甜品 我也想邀请他们经验中国文化 食物只是第一步 我的梦想是经过我世纪的食物 介绍中国文化给世界 我相信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我能发展中国菜和文化给世界 然后我也能带外国的文化去中国 食物是一个国际语言 何必说话也可以跟别人沟通 连接与其他人 谢谢